我们先看一下社会组织给出的六项标准 那么它实际上是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现有疫情的控制 它讲了那么能不能解除现在的封城或者是居家令 还主要看疫情的控制情况 从目前来说的话 包括美国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 它的每天的确诊病例都在高位上这样一个显现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 还没有达到解除禁令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第二个方面还是相关的场所 你比方说复工的场所 到底有没有这种能力进行有效的疫情管控 第三个方面还是有关国家和地区 它的这种医疗控制能力 第四个方面就是国家对于外边输入型的 这个疫情的管控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 对于境内的疫情控制 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境外输入现在非常明显 包括我们看这一周 东北的几个省市 还有内蒙古自治区 确实每天都有数十名境外输入的病情病例 那么另外还有小区的管控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于疫情比较重的国家来说的话 他们的管控主要是封城 只要是进行隔离 但是有些国家的人 他会筹准机会不断地溜出来进行活动 进行享受阳光的一系列的安排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这六条基本的标准 应该说是解除禁令复工的最基本的条件 目前来说的话还很难说有关国家像美国 你刚才讲了包括东西两岸的几个重要的州 都已经提出来要不要解禁的话 完全看自己的这种情况而定 而不是根据特朗普总统的命令而定 所以这种比较现实的反应 我觉得体现出这些州一级的政府官员 对于自己的疫情判断 以及如何恢复经济 恢复社会生活的 他都有自己的这种掌握 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 复工条件或者是解除现有的 包括居家令在那一系列限制来说的话 都不具备条件 对于自己的区别人